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现在我们从利马的机场 要飞去Costco 哈 好 Costco 在利马住了三天两夜 终于离开 现在要往Costco去 我们终于地大了 Auntie想要来的这个地方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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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在利马的时候就住了三天两夜 就逛逛啦 他们就是看很多庙 基督教堂 然后现在终于转机来到Costco Costco我们会在这边待八天啊 嗯 OK 现在很饿了要去找午餐吃了先 然后来讲来借机我们的酒店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不然没有朋友来的 好啦就是这样咯 这个就是Costco 你看 全部傻的 你看那边 蛮冷的哦 风吹的 很臭啦 又是像 可拉玛呢 非常 这样比可拉玛好甜 非常均均 非常均均 你怎么可以 你不要走车 你不要走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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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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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 这样的物质 那没有那个我们还会死咯 好了 蛤 哇 你看他的楼梯 真的很漂亮 就 很香香啊 阿姨很喜欢 你看 来 他的房间 很大 然后我们住这个民宿呢 前面就是小 就是街上的 然后呢 他的房间 很大了 但是价钱是比较贵的 因为我们住在小镇的街上 一百八十多呢 美金两瓦 这个是他厕所 很棒 干净的厕所 还有一个衣橱给你放衣服 然后哦 真的是不可以大动作 我们只是这样上楼梯来哦 就投赢了 要一两天的时间来 适应这边的高砂 好了 我们要去吃饭 一来到都整饿了 走 吃饭先 十到六点 他们关门了的 走 这个就是他们秘鲁 他有讲一个他们的种族哦 就他们的比较 基本的 他们的家 家的款式是这样 也是有天井啊 好像是有宝屋啊 嗯 宝屋 没有电梯哦 但是只有一层大 还有他的图书馆 好像防孔洞一样 应该有他们的后面 然后这边也有防五点 这边都有四间房 然后这个酒店它包括早餐 五点就有了哦 五点到十点 为什么那么早呢 因为很多人 他们要去徒步啊 他们要去那个 马丘比丘啊 他们要坐火车 是早上很早 来 问他哪一间比较好吃 所以他们在这边 在这边 他们在这边 在这边 对吗 看到吗 这个小镇 超烦 啊 这个不知道怎么玩的 Chino 相片都不清楚是什么 可以 可以 要汤 什么 菜汤啊 好 还有呢 牛扒 好 可以把牛扒好 有豆腐是吗 还泼豆腐 可以 好 就这两样啦 两个人吃 白米饭 好 够了 我白饭比较硬的 没关系 因为我有汤 我放汤吃 好 好 谢谢 菜汤 做一个汤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北路的领事馆 那个 他就介绍我们 那个大使 他说你来到 你来到 你来到 北路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喝这个 Inca Cola Inca Cola 在北路啊 他们呢 Coca Cola 他们都没有那么喜欢 他们喜欢Inca Cola 然后啊 这边是最畅销的 变成了现在 可口可乐 收购了 可口可乐 收购了 但是 他没有改他的名字 他还是放Inca Cola 然后Inca Cola 他们爱喝的 他有大瓶的哦 然后有这样 玻璃瓶的哦 Inca Cola 听说可口可乐 还没有的时代啊 他们就已经有这个了 他们的历史 那天那个大使有讲 忘记了 然后啊 阿姨已经喝了啦 然后啊 他们这种哦 还有皮的哦 你看 可口可乐哦 但是来到这边 你一定要喝他们的 Inca Cola OK 你看啊 可口可乐的收购啊 Uncle很开心哦 就在酒店的切脚 罢了 他天天可以吃中餐 你看 高兴死了 今天吃不到正宗 智利完全吃不到啊 吃到一个炒饭不错啦 然后来这边 我们试试看他们说 秘鲁很多 秘鲁很多中餐的 是真的啊 我们去哦 嗯 你看 有红烧鱼哦 哎呦还有三宝哦 哎呦刚才不要浇淡花汤 谢谢 来给你们看 Inca Cola 其实阿姨喝了的 哪一个 Ice Cream Soda 啊 如果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有喝Ice Cream Soda的人 就明白 我们的Ice Cream Soda 是白色的 就就像百开水这样 但是它是黄色 跟Ice Cream Soda一样 跟Ice Cream Soda一样 跟Ice Cream Soda一样 那感觉啊 你喝啊 就一点Kikapo啊 它比较像Ice Cream Soda 多一点 那种感觉就是Kikapo 还有Sass Sassie不能Sassie很多次 就Ice Cream Soda的啦 没有错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味道咯 因为现在的人不喝Kikapo的嘛 现在的人也不喝Ice Cream Soda的嘛 如果你以前有喝Ice Cream Soda 还有一个Dinger Root Beer也是好喝的 这个是Ice Cream Soda 对了啦 他们每一桌都有Ice Cream Soda的 然后啊 Uncle哦 在直立的时候 也是一直控告他们的饭很干 很硬 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的口味 所以刚才我跟那个老板 order的时候 我说要两碗白米饭 他跟我讲不要白米饭 叫我炒饭 他说因为白米饭会比较干 然后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因为我有order汤嘛 OK 我们试试看 紫菜汤 可是很有面哦 里面 有放面心 很大碗哦 我们两个人吃得完嘛 哦嘿 有羊烧味 像我们每次吃那羊肉的感觉 可能他们这边是属于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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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不可以啊 我怕等一下就一定 因为他们很干燥 吃看不辣吗 好一点啦 但是可以吃了 你现在喝了这个紫菜汤啊 你什么感觉 像我煮的呢 还有姜啊 有姜 你知道为什么啊 来到这边 Uncle有一点高山震了 不舒服 他有一点点大动作的话 他就会有一点喘 会有一点晕 会有一点晕 好 老了 我们两个人很弱哦 所以刚才我们到那个酒店 我看到他有那个什么叶子啊 那个是味高山震的吗 我们快点两个人喝一杯下去了 好喝哦 有马来西亚的味道了 所以他们会肥哦 切不及大份啊 好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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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今天我们终于抵达了Costco 从立马转机又来到Costco 立马就晚了一天咯 就跑街上了 现在就在Costco 然后一来到Costco的时候 不觉得怎么样 哇 一看到外面小镇很漂亮 很兴奋 哇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头啊 有人急啊这样要爆炸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好像一直要吐这样 我说不懂是生病的 然后我上去查一下 哎呦 三千两百公尺 三千四百 你也高 所以会有高山震 所以快吃了一粒药下去 可是那个头还是一直 有人挤压这样的 要爆炸这样 哇 还是要逞强的要出去 因为来到那么远 所以等一下我们出去看 走走看啊 要跑什么景点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做功课 但是这边附近呢也是有一个 武器广场 又是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他们这边哦 小兰也没走啊 嗯 就这边 就不用走 就是看它很古老的屋子 对了 全部用石头做的屋子 还有他们的那些原住民 我们是在这边休息 休息先了 两天 然后明天才来去 马丘比丘 然后以为马丘比丘会很高山 原来马丘比丘才两千多公尺 原来住这个地方才高 哇 很投影哦 不是投影很头痛的 是 有人挤压这样的头脑 哇 好啦 我们吃早餐先 等一下就出发 ok 那一些酒店哦 它知道你们在这边 会有一种高山症 所以他们都会准备这个茶 还有这个 coco的这个叶子 给你们搅 这样你们的高山症就会减少 但是阿姨刺耳了两天 还是一样哦 那个头 压住这样哦 压破感这样 有一点点恶心这样 但是我也是尽量咬啦 因为他们这种 习惯他们拿来泡茶喝啊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行程 我们先去矿场 走 你看对面卖那个鱼 几性感 几漂亮 简直是不用穿的哦 要不要买给我 哈哈哈哈 阿姨等下流鼻血 心脏病包啊 哦 流鼻血 受不了 我现在讲 我天气这么冷哦 谁要去买这种鱼来穿 你看他们的路哦 全部是那种石头的 你看到吗 不容易走的哦 我现在看上面在旁边 i'm going to be here 看起来 看起来 在车里面 看起来 大家先看起来 站起来 小心 这就是独过哦 这样子回去来 通过哦 那边 抱起来 吃 遇到 他 干起来 看那边 一山而近 那些屋子 我们乱走 要去太阳神庙 太阳神殿 太阳神殿 乱乱走走到再来到这一个天主教堂 然后这个天主教堂这边不是旅游区来的 是他们本地人的 这个不是旅游区来的 我们就在外面看看咯 好 你看 警察陪我们咯 基本上一个警察来的 我们就不想看到 然后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だし 乱乱走 幻乱走 然后乱走 乱走 要去 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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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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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这个警察先生很好哦 我们走到非旅游期 只是问路而已 They went to OK 然后我们交流不了 就是用Google Translate 然后很好哦 他带我们跑小路穿过去 去什么矿场我也不知道 他说带我们去比较安全的地方 他很安全哦 我们跟他一起走诶 可以打很久的警察带着我们跑去放行 不过走很远哦走到转 在Cuzco的选择 所以你离开 他要走了 所以他讲这边直直去 就是那个Square 就是那个中心 非常感谢 祝你一个好日子 送给你 送给你 谢谢 谢谢 哇 极好哦 你看陪着我们跑 带我们跑多远来 他寄来咯 要拖着我们跑你知道 然后我们走走跟在旁边 来 你叫我来 然后我越走越爽 哎 阿姨咯 这么老啊 这么辣姑的人见人爱 每次问路 很多人很好心 很喜欢带阿姨跑咯 然后阿姨也是看人啊 看到警察 问路 问警察比较好咯 没有想到这个警察这么着心 本来是两个人的 然后一个人就走另外一条路 走一半的时候 他们的巴士车全部走小巷 然后中间一条深路咯 应该是沟漆来的 好 来接下去 然后那个警察很好 一直叫我走走 其实应该如果走到那个 Square那边呢 阿姨是想请她坐下来 喝茶啊 喝他们的银嘎 但是她走到这边 她跟我说 日期就是了 阿姨就 请她吃苹果啦 好了 可以了 我们继续走